貨車上一個醒目的鐵籠 裡面卻鎖上好幾張小沙發 這些都是謝先生辛苦手工製作的 誠實小沙發 讓民眾憑良心做工藝來兌換 不過最近他發現 有越來越多人不誠實偷走小沙發 一個禮拜大概五到十張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我的小沙發椅 但是他又沒有那麼多的廢電池可以換 為了響應環保 謝先生自訂遊戲規則 只要民眾收集300顆廢電池 或100張花票 再貼個100元 就能帶走一張小沙發 而且光是坐一張小沙發 就要耗時一小時 他可說是多年來花錢花時間 只為了做工藝 那個教授講的 說那個電池非常堵 每一個廢電池都非常堵 做重金屬的污染 一定要回收 不然我就用 我賣一張300塊的椅子 給人家換300個廢電池 今年五月還曾有民眾 拿著不到300顆的廢電池 就來拿走好幾張小沙發 而且還開車來載 當時謝先生氣得報警 還提告詐欺 沒想到這不是個案 讓他相當無奈 不好不好 因為這樣子 變成他是解現成的 他不知道 你在背後的是什麼目的 對 我看人家有人賣 人家有的人不是真的 人家拿來才拿 城市小沙發考驗人性 不過為了回饋給真正誠實的民眾 現在要兌換 只得親自打電話給謝先生 取得密碼才能開鎖 杜絕不誠實的民眾 這兩邊王石函 雲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中天綜合台